癌症分期 什么是癌症分期? 癌症分期是癌症治疗三大重要支柱之一 为了治疗和控制癌症 我们必须知道 得的是什么癌? 多糟糕的癌? 以及有多少癌? 癌症种类 癌症种类分类 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国际肿瘤疾病统计分类代码ICD进行分类 这个ICD代码描述了癌症的类型 例如 肺癌可分为零状细胞癌或小细胞癌 多糟糕的癌 癌症有多糟糕 取决于几个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 环境因素 包括当地所具备的治疗手段 疾病相关因素 即肿瘤的生物学 比如说 它是一种快速生长的 或缓慢生长的肿瘤 有多少癌? 要确定有多少癌症 必须将癌症分期 癌症分期指的是 癌症所侵犯的解剖学范围 癌症分期 用原发照 淋巴结 转移与否来划分 也就是TNM系统 然后将肿瘤 总结归类为不同的组别 并且给予数字1到4 通常用罗马数字 1、2、3和4 为了治表和分析的目的 有必要将不同的 TNM类别浓缩为 适量的TNM分期组 包括1期、2期、3期或4期 采用这种方式 对癌症进行分期、分组 以尽可能确保 每个组内生存率相似 并且每个组之间 生存率是截然不同的 正因为如此 并且因为影响预后 还有其他因素 以前描述的 癌症分期的简单定义 可能不成立 有一些癌症 依然局限于 原发照的大肿瘤 可能比已经扩散到 单个淋巴结的 小肿瘤的存活率更差 若想了解更多 关于癌症分期的信息 请浏览UICC网页 www.uicc.org slash resources slash TN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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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